传统文化 老子与道德经 消遇整理 老子的传说 老子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屈人礼的人 姓礼 名崇尔自博扬 传说他的母亲 有一次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就怀了身孕 老子生于开天辟地之前 是天的精灵神魄 由于是上界的神灵之气出现在李家 所以老子生下后信了凡人的李氏 老子的母亲怀了她七十二年才剖开左翼生下了她 一出生就是白发苍苍 所以才名叫老子 也有记载老子的母亲 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 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 指着李树说 就用他做我的姓吧 老子在上三皇时是玄中法师 下三皇时是金雀帝君 福西士时是玉华子 神农士时是九龄老子 祝容时是广寿子 皇帝时是广臣子 专库时是赤金子 帝库时是陆徒子 遥时是悟成子 顺时为隐寿子 下雨时是真行子 殷商时是习泽子 周文王时是守藏时 在岳国是范梨 在齐国是赤頤子 在吴国是陶诸公 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老子 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 像飞鸟一样放达时 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 准确锐利的论点 射住他 制服他 如果对方的思想 似迷路一样奔驰无击 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他 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 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 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 我可以用吊钩来捕捉他 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 成云架物 遨游于太虚幻境 无影无形 琢磨不定 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 我见到老子 觉得他的思想境界 就像遨游在太虚中的龙 使我干张嘴 说不出话 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 弄得我心神不定 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啊 道德经背后的故事 老子将要出关西去 打算登昆仑山 守关的令引起 通过占谱 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 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道路迎接 果然是老子来了 老子出行以来 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 他知道令引起命中注定该得到 就在那里停留下来 有一个叫徐甲的人 从少年时受雇于老子 做仆人 老子每天大约应付给他一百钱 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万钱的工钱 徐甲见老子出关远行 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 又怕不可能 就求人写了状子 告到令引起那里 替徐甲写状子的人 并不知道徐甲已跟随老子二百多年了 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钱 就会成为富翁 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甲 徐甲见那女子很美 更加高兴 就把告老子的状子递交给令引起 令引起看了状子大吃一惊 就去告诉了老子 老子对徐甲说 你早该死了 我当初因为官小加穷 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 就雇了你 同时也就把太玄亲生符给了你 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 你为什么要告我呢 我当初曾答应你 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 那时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 全数还给你 你怎么尽这样急得等不了呢 说吧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 只见那太玄真符 立刻被吐了出来 符上的朱砂字迹 还像刚写时一样 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句枯骨了 令引起知道老子是神人 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 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 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徐甲 徐甲立刻复活了 令引起就给了徐甲二百万钱打发他去了 令引起向老子恭敬的职立子之礼 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方 授给了令引起 令引起又向老子请求 更进一步地教导训诫 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 令引起回去后寄了下来 这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 令引起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 果然也成了仙 其实老子以及他所留下的道德经 都是要告诉人们道与修炼的内涵 道之所以玄妙 是因为其在自然的角度上 诠释了反本归真的真实存在 告诉人们 滚滚红尘中 名利情皆是过眼烟云 如昙花一现 不能长久 只有在自然中领悟道的真谛 才是生命最具价值的事 如果您看过来就会让你做到最新的角度上 感谢您的误会 您的误会 您的误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